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已经获得了首相的同意 就希望大家不要再吵了 你还吵什么呢 安华就抨击质疑他竞选波德森州国会议席的补选的人 他说他强调就是他首相敦马西蒙的领导层 还有公众党的共同达成的共识 所以他补充他这么做 其实也是为了加强国会进行改革的工作 他说敦马都说OK了 你们还要说什么 这不是问题 你们还要挑起什么争议呢 他说首相已经同意 而且他说现在我们是好朋友 因此在发展国家方面 我们都是互相理解 而且我们着重人民的议题 其实安华这番话主要是对谁说的 我们先来看看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 公正党制造波德森补选 或者是你叫他波德森攻略 波德森行动都好 我喜欢叫波动 表面上是让公正党后任主席 大家都是连安华重返国会的 为下届首相布鲁 但实际上这整个补选 它背后充满了很多的算计 包括主要就是牵涉出 阿兹敏和拉斐兹的斗争 这种情况让安华决定到波德森补选 就有可能可以稳住 在深州公正党内部的内讧的情况 现在我们看到拉斐兹和阿兹敏的派系 可以说都倒是非常出面 他们关系是非常非常的恶化 这场补选 甚至阿兹敏的派系就说了 我们没有收到通知 我们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的 开始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这种情况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 现在有很多 尤其是阿兹敏拍戏 他们都非常的不赞成 阿兹敏甚至说了一句话 他说在党选之后 如果他成功连任的话 就不会再发生这个事情 你看他放狠话了 这一句话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前进选门2.0主席 也是改革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安美佳 他说西蒙一定要坚决反对群带关系 不过安美佳就没说不支持安华竞选 而是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他表示公正党主席兼副首相望阿兹沙 应该在安华出任首相这一指之后 从前线退下 安美佳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看目前安华的妻子望阿兹沙 是副首相兼公正党的主席 女儿努鲁依沙 则是公正党副主席兼宣巴东普的国会议员 那安美佳就认为这是潜在的群带关系 因为这已经涉及了职位和职务 当国政就是职重的时候 在野党不是一直反对群带关系 还有任人为亲 那他说那现在你们是不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其实我非常认同安美佳说这番话 虽然他没有直接就说不让安华上阵 但是换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在一整个政治的位置里头 千万不可以有太多的亲人在里面 不然会有群带关系的出现 那我们来看看 我记得在昨天应该是有听众就问志峰说 为什么安华就急着在这个时候上阵 不等两年过后呢 那可能我可以稍微带答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你看我刚才有提到说 现在公正党内部的斗争太厉害了 而他们党选就要马上要开始了 如果等两年过后安华再出来 你看党选还不确定什么事情 现在如果他出来过后真的是可以胜选的话 他就起码可以稳定某一些阵营这些局势 那他就不担心党选会失去了这个势力 那我们看回这个波德森的这个补选 其实是属于公众党的一个安全期 但是你说这个安全区的话 他也不见得完全安全 我目前做了一个这个比较吧 那安华在补选中可能面对的是这个挑战 第一呢就是还不确定他投票期会在什么时候 如果落在一些不太适当的日子的话 投票率可能会少过50% 那一对一面对武统挑战呢 这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波德森的无意选民呢 是占了42.73% 虽然没有过半 但是呢要知道现在无意选民 对于整个西盟政府呢 可能还是存有一定的不满 所以这是一定的风险 还有军人选票 那军人选票在最近的这个补选当中呢 这个西盟获得票数没有那么高 在军人选票当中 所以这是一个风险 还有最担心的就是有党窝离反 想想看如果图团党不配合的话 可能就会像家影行动那么出现问题了 当然呢关于波德森的这一场补选的 另外一个关注点呢 就是关于巫统跟伊党的部分 到底他们是不是会以盟党的城市出现呢 我们下一段回来继续聊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